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捉迷藏 我的小宝贝 你躲在哪里了呀 我来找你咯 乖乖出来吧 千万不要发现我 不在这里嘛 真可惜呀 走了吗 找到了 原来你藏在这里呀 小小你放过我吧 我不想死 第一 玩家小小木船 被淘汰 不要啊 玩家 美女射死 被淘汰 玩家 桃子兮兮 被淘汰 玩家 熏肉的笑 被淘汰 玩家 龙哥 被淘汰 当前剩余 躲避者 二百零七人 发现你了 小小你放过我吧 等我出去 我一定会回报你的 去死吧 各位躲藏者注意 如果你在捉迷藏空间中死亡 那么 你将会永远消失 请务必藏好自己 活到最后 这是哪儿 啊 我刚刚不是还在案发现场吗 怎么到这里来了 这是什么东西 挑战者苏木 欢迎来到捉迷藏空间 捉迷藏空间 是什么 这里是你专属的初始大厅 每次完整挑战或者登入空间时 你都会来到这里 我去 原来这草地和树都是假的 太真实了吧 在这个世界中 每一个到达十八岁的孩子 都会进入一个捉迷藏空间 进行生死逃杀 在这里你可以获得世间 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东西 比如呢 异能 金钱 科技 甚至是永生 只要你能获胜 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囊中之物 听起来很有诱惑 那要是玩家被淘汰出局了呢 每个人在进入捉迷藏空间之后 都有一次免死的机会 在死亡了第二次之后 就可以选择退出捉迷藏空间 进行自保 我明白了 我本质可是一名侦探 参加这类游戏 还不是小儿科了 不过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身子太瘦了点 连八块腹肌都没有 体力上很吃亏啊 一 你的第一次挑战 将在十分钟之后进行 请开始选择你的容貌 如果你对现在的容貌买意 你也可以选择不改变 当然要敢 居然连容貌也能改 太人心化了 人在江湖飘迟早会挨到 保险起见 还是能够小号隐藏自己比较好 这样就算结成了 也认不出啊 身高肯定要再高点了 身体再强壮一点点 眼具宽一点点 眉毛宽一点点 还屁股翘一点点 鼻子挺一点点 完美 提交成功 人物正在转换 这真是 太酷了 距离挑战开始 还剩下五分钟 请宿主输入你的代号 代号可用 恭喜你已经完成注册 开启个人面板 代号M 等级F 体质7点 精神20点 力量6点 敏捷6点 可分配点数5 技能5 特殊道具5 规则在比赛开始之后才能公布 请宿主耐心等待 哦 不能提前知道规则 C位置必须临时分析 灵活应对手 游戏即将开始 请宿主做好准备 不正面回答 看来是了 好吧 再怎么说 我也是个侦探 硬件不够 实力来凑 报警时 三 二 我准备好了 开始吧 一 苏木 你终于到了 这案子越来越棘手了 死状和上次案件的死者一模一样 应该是同一人作为 同一人 凶手到底是谁 等着等着睡着了 居然来了这么多人 不 不要 太可怕了 我不想玩这种游戏 哎 但好在咱们也是有惊无减 顺利通关了 哦 刚才真是好险 也差一点就凉了 幸亏我福大命大 欢迎大家来到桌迷藏空间 开始了 开始了 又开始了 刚才那局才刚结束啊 不 我受不了了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好多人呢 都是要和我一起进下一场捉迷藏的忙 接下来 所有新玩家将进入到下一场游戏 对抗赛 资深者vs新手 居然是对抗赛 哎 又有兴倒霉蛋 一上来 就要和资深玩家对抗吗 在这一局中 你们是猎物 你们可以化身任意物品 进入挑战场躲藏两个小时 游戏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 一小时后 你们将可以更换自己化身的物品 一旦变身物品被追捕者击中 又视为淘汰 另外 同阵营不能相互攻击 否则也视为淘汰 此次挑战为特殊挑战 最终获胜者将获得一份丰厚的特殊奖励 特殊奖励 哇 特殊奖励 特殊奖励是我的了 现在你们将有十分钟的时间通过转盘抽取变化物品 物品选择完毕后将进入地图正式开始比赛 不是说已经开始抽取变身物品了吗 我的转盘呢 难道真把我给忘了 真调皮 好像是这个按钮吧 那人的系统颜色和别人的不一样 居然是金色的 有意思 这位同学 你好 有什么事吗 需要帮忙吗 有问题可以问我 不用了 谢谢你 我已经弄好了 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惹性肠 接近我有什么目的 那就好 不过友善提醒 进入游戏后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哦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慢着 你不进游戏 难道你是老玩家 没错 作为过来人 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 这并不是普通的捉迷藏游戏 一味墨守成规 只想着老老实实找个地方躲好了的话 可是会出局的哦 他说的话到底什么意思 抽取时间结束 玩家即将进入游戏现场 请大家做好准备 你的第一场游戏要开始了 那么祝你好运 一定要成功躲到最后啊 别让我失望 等等 我还有问题没问完 一 游戏正在传输中 已经开始传送了 那个 你等我回来再说 以前的你 可从不会主动找人答话 今天怎么就一反常态了呢 难道那小子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没注意到 是秘密 不能告诉你 本场的地图为城乡结合 若使文家躲藏的地点 超出地图上的蓝色区域 将视为淘汰 系统将给予十分钟躲避时间 请尽快寻找躲避处 我要为那些追捕者默哀了 这么点时间 这么大的范围 他们找得完吗 就是 我们躲得都这么合理 肉眼根本看不出来 躺两个小时就赢了 不如咱们读读他们 两个小时找得到几个 只要我们坚持在原地不动 那么应该就有很大的几率通关的 就是就是 这游戏也太简单了 游戏奖励 我拿定了 喂喂 你们说话亏说话 别到处乱蹭啊 离我远点行吗 而且 都站在我身边也太明显了吧 这是要一网打尖的节奏啊 等等 好像有东西 在从我身上往上面爬 哎呀 哎呀 我得再爬高点才行 越高越安全 这是什么鬼东西 不会有哪个大渊者 变成小墙了吧 太恶心了 嗯 就这里了 是野绝家 一定不会被发现的 幸好这里有个电线杆 电线杆上 有一张牛皮广告 真是太合理了 难道 我觉得是天才 合理个屁啊 还好不是小强 哎呀 瞎嘛 兄弟 你真当我这是能贴 小广告的地心杆吗 你要不往上仔细看看呢 我究竟是个啥 人家是小妹妹了 大哥 你藏得真好 就借我躲躲吗 居然是女孩啊 呃 那行吧 不过 你要再往上来点 不然贴得我那不舒服 个得慌 好嘞 谢谢大哥 你真是好人 哎 对对对 带往上 就是这儿 带着别动 得了 递劲 是否固定你所在的位置 固定之后 你将获得上帝视角 能够观察到整个地图的任意一处 还有固定和上帝视角 我们居然 还可以从上帝视角 来观察追捕者的行为吗 对面到底有多强 才会有这么多的限制 不过 当然要开启 这天手只不要 才是傻瓜 恭喜玩家 获得上帝视角 哦 原来这里就是全部的游戏场景啊 简直一目了然 上帝视角 也太爽了 恭喜玩家获得技能 狂隐 使用期间增加百分之三十伤害 增加百分之五十移动速度 移动速度持续时间为十五秒 此外 其余隐藏技能 请玩家自行发掘 有了属性攻击 这下就好办了 那 大哥 我们就保持这样的姿势了吗 我们不去其他地方藏一藏吗 这里我总感觉有点危险啊 会不会太明显了 嘿 放心好了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啊 这 也有道理 十分钟补藏时间结束 追捕者登场 开始 这么快 不知道追捕者会是什么样的人 追捕者已到达赛场 可新手玩也太简单了 就让我加点料 全张康狼 使用隐藏比赛身体卡十张 福利暴击卡十张 比赛难度正在调整中 新手 总格尔森斯资深者对决升级 奖励等级成十 资深者能力限制加强 玩家贪狼触发隐藏任务 现在将开启全球直播 他们开始行动了 你还要换其他位置吗 再不换 可来不及了哦 不了不了 一玩消失一场 有人结盟总比没人结盟好 这局游戏我跟你混了 大哥 你要照着我啊 好吧 嘿嘿 作为捉迷藏空间的首次直播 全场表现最优异者 最后将获得一份神秘大奖 神秘大奖 听起来好像有点意思 要全场表现最优异吗 不知道能不能拿到 我去 我们新手第一场就碰到了资深高手 大家先别慌 没错 他们追步者加强了限制 对啊 而且就算得不到 只要能混过这一场 这里比赛开始 还剩0秒 3 我这里应该安全吧 2 上帝保佑 1 比赛开始 喂 黄蛇 咱们说好的 我们狼队使用了道具 那就由我们先挑选范围 对吧 你可是一向言而有信的 当然 按照约定 现在你们有十分钟优先选择的权利 不过 先让我解决这个已经露线不将 我 玩家 哇哇醉牛被淘汰 怎么可能 剩余躲避者 242人 什么鬼 空调老哥怎么就阵亡了 哪里出了问题 明明他藏身的位置相当合理 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啊 空调不就该挂在那吗 他们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是不是用了什么提示之类的道具 不是道具 那 大砍刀 你有信心躲过他们的追击吗 这群人看起来好厉害呀 你觉得呢 小广告 谁是小广告 问题不在对面 注意你们脚下的灰尘 这个人眼神非常好 他可以通过地上的痕迹 来判断你们的位置 痕迹 果然 刚刚躲在这的时候 把灰尘蹭掉了 好强的推理能力 代号M的玩家 是第一次才来的新手 太强了吧 他应该是经过训练吧 否则一般人哪有这么厉害 这个洞察能力 在新人里还算挺强嘛 这么快就发现了 追捕者的漏洞 哇 萨萨 这个代号VM的玩家 有点厉害呀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发现了这种细节 未来绝对是个大佬 不知这个大佬 现在在哪呢 这场游戏真有意思 门口这么多痕迹 屋里藏了不少人呢 宫中捉鳖的时候到了 抓老鼠了 小的们 给我上 是 你别杀我 就你放过我吧 玩家 小小木船 被淘汰 玩家 徒兵宇宙 被淘汰 玩家 美女射死 被淘汰 当前剩余躲避者 二百零五人 各位大哥大姐们 快快救救我呀 我是焦带仔呀 还有我 我是芷香 他们马上就要 搜到我们这一层了 身为只有一次 防御功能的玩家 这让我怎么救啊 如果为他们 楼区的玩家吸引火力 那我不就是送死吗 可恶 你们这些见死不救的人 我都记住了 救了这些人 应该会加表现分 这个全场最佳的奖励 再怎么着也得争一争 反正现在脚在路上 陷在天上 闲得慌 还不如搞点事情 给追捕者们增加一点困难 顺便帮自己拖延时间 我有办法帮你们 你真的能帮我 没错 而且还能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 就要看你们 愿不愿意按我说的做 这个戴好M的玩家 不就是刚刚提醒我们注意灰尘的那个大佬吗 真的 大佬说他能救 那就一定可以救 大佬救我 可暖床可推倒 我罗莉呢 大佬 我是衣柜 就是能撑回去之后便有重心 我求大佬拉一手 那些人马上又要在我所在的房间了 救命啊 我要狗带了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之前固定物品的这个选项 固定物品选项 这跟躲避追捕者有什么关系吗 大佬 能说清楚一点吗 我们有点不明白啊 这个选项有什么问题吗 纸箱 你试试解除固定物品 然后控制着纸箱 原地使用二段跳 最后在空中 立刻固定物品试试 原地二段跳在空中使用固定吗 我试试 解除固定物品 二段跳 起 固定物品 不仅没有感觉到下坠感 而且我竟然真的能悬浮在空中 大佬 我成功了 不知你们 有没有发现 追捕者们手上拿着重武器 但却一枪不开 明明都有超能力 却还总有批 所以这只能说明 他们的限制很大 双方能力太悬殊 游戏不许他们使用权利 只要你们移动物品速度够快 没准还真的可以跑过他们 但这种方法 仅限搏命的时候使用 毕竟如果真被找到了 以其等此 不如活一搏 那大佬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求大佬解惑 你旁边不是有个阳台吗 跳下去 在楼房外的半空上卡着 现在是深夜 月亮又被遮住了 在这种一片漆黑的夜晚下 谁还能看得见 况且 吹不真往那儿看的机率 非常低 多谢大佬提醒 等我清理一下痕迹 我这就照着你所说的错 兄弟们 大佬说了 大剑去屋外卡着 尽夜色掩藏自己 好 瞧大佬照着 大佬真的是新手吗 居然能想到这招 大佬 请收下我的膝盖 我刚刚又上顶视角 从一楼看了看自己 他真的看不清 这边没什么灯光 显然是游戏为了照顾我们设定的吧 不是吧 这些物件 竟然全部悬空了 这是卡bug了吧 这样也行啊 没准这是游戏本身的设定呢 只是一直没人发现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M 到底是有多厉害 竟然不到十分钟 就找到了隐藏设定 其实 它是用倒计进去的老玩家吧 奶奶 大坦道 我们要不要也去找找M大佬啊 让他给咱们指点一下 哈 我觉得他好厉害啊 这么快就摸透了游戏 只要我们能放上他 咱俩肯定能躺赢 可是啊 我这个身形太大了 移动的话 肯定会被追捕者发现的 但如果只有你自己悄悄移动的话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这傻丫头 还不知道我就是M 那我不去了 对啥 你不是觉得他厉害吗 既然这局咱俩结盟了 那我肯定不可能就这么丢下你跑了 我们要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好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哼 还挺讲义气 奇怪 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 人呐 我记得这里有声音来着 在楼下都听见了 小东西们 别躲 你们是躲不掉的 自己乖乖出来吧 我还会下手轻点 肯定都躲在这个房间里吧 也没有 有谁呢 该死 这些小东西都躲哪儿了 还挺快藏 这哼哼顾抬头的 明场面 明场面 我已经录下来 准备发到油管上了 这货回归现实后 看到这样的录像 他肯定脸都能气歪 这头顶上 那么大的桌子都没有看见 还得够忙啊 我收回之前说的话 这些躲避者 也太有才了吧 话说 这张桌子是怎么上去的 可以解释一下吗 我刚刚漏看了 有意思 你还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呢 我可非常期待啊 该死的兔崽子们 到底藏哪儿了 居然全部消失了 赶紧给老子出来 干 热物器不能用 实力要受限制 这火箭筒 还没有一根破棍子定用 咱们什么时候这么憋屈过 老大 你拿个主意吧 我们总不可能 一直找那些变成大型家具 躲不掉的倒霉弹吧 对啊老大 那六个娘们中 可是有个会用弓箭的 要是等他们 把麦田区里 逃窜的物品杀完了 我们的表现分 绝对会被反抄的 想必这群躲避者 应该是有高人之点 他们内部藏着高级玩家 否则我们不可能 这么久都抓不到他们 既然如此 那就只有使用这个了 居然逼我到这个地步 我一定要这群兔崽子 付出代价 追捕者贪狼 使用一张道具卡 追捕者能力解锁 百分之四十 诶 居然还有道具卡 我们会不会被发现啊 呦 竟然这么快 就又使用上了一张技能卡 资深玩家 就是奢侈 又用一张技能卡 这群新人 居然这么厉害 玩家 盲盒使我快乐 被淘汰 玩家 捕三太有趣了 被淘汰 玩家小兔子 被淘汰 已死亡 四十五人 当前剩余 躲避者 一百五十人 惨了惨了 他们能力这么快就解锁了百分之四十 这一下对我们可不利了 资深者的法子太多了 大佬 现在追捕者们又行了 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变成的是火车 而且还是巴结车上的那种 我这样还可以卡在半空中吗 大佬 还有我 我变成的是一座三层的小龙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大佬 我变成了没有机油的直升机 这运气也太不好了吧 竟然会抽到这种大件物品 大肯德 你说这下M大佬会怎么做呢 大佬也不造啊 这么大件的物品 神仙都难救啊 要看他们造化了 石升机兄弟在哪里 我是机油 咱们好像可以洗杯 什么 兄弟快来马路上 追捕者降临的地方会合 咱们这下稳了 直升飞机 飞 有啊 来了来了 火车和小车想活命的话 就去找直升飞机 让它帮你们飞走 这真的没问题吗 做不到吧 大佬 我是直升飞机 不是会飞的航空母舰呢 我这怎么能带得了火车和小车呢 根本飞不起来啊 先别急 听过左脚踩右脚 螺旋上天的事情吗 好 等火车和房子二段跳 卡在空中之后 你飞到他们两个的下方 锁定自己 房子和火车解除锁定 会直接砸在你们身上 到时候 他们再用你的身子 当地面 再次使用二段跳 就能跳向更高的地方了 你们就这样 接力就行 这 等他们解除锁定 踩在我身上的时候 那我不就当场去世了吗 他俩体积比我大得多呀 难道你忘记了 躲避者是不能互相伤害的规则了 我们同类可是不能互相攻击的 所以你会没事的 规则 还能这样用 那行 我听大佬的 大家 赶紧快到我这里来 我带你们上天 咱们都有救了 能带火车上去 那我不也可以装在火车里 一起飞上天吗 只要他们飞得高 追捕者肯定是抓不到我们的 就是 现在追捕者能力 才解锁了百分之四十 他们里面 应该没人会飞吧 新手就是新手啊 怎么这么撑不住气 形势大好 还往外面跑 谁要是我 我宁愿站在原地 堵一堵追捕者 他们找不到 估计是自暴自弃 人家追捕能力 现在已经解锁了 他们这会儿逃出去 不是找虐吗 那可不一定 M大佬 绝对会想出办法的 他们这回子进火车 说不定和M有关 我觉得这些玩家一动 可能是准备联合所有物品 反攻他们 你们再说笑吧 反攻 你难道不知道 A级玩家有多强吗 一群新人 还妄想反攻 等等 他们这是在干嘛 他们好像真的有办法 二断跳 什么鬼 这也行 左脚踩右脚螺旋上天 假的吧 M大佬是怎么想出这招的 简直不要太绝啊 这火车起码带了 一百多个物品上天嘛 以他们这种速度 五分钟后 肯定都看不到踪迹了 可不是 就算被发现了 也拿他们没办法吧 这下追捕者们该怎么办 现在我终于明白 你为何会得他感兴趣了 这种洞察力 确实不是一般人 你不觉得这次的新手局 前所未有的有趣吗 一群新人 将资深老手们玩了团团转 的确有趣 等等 先别找了 再这样找下去不行 怎么了 老大 只剩下最后几栋楼了 他们肯定在里面 我们一直这样盲目寻找 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躲避者之间 肯定有某种通讯方式 和全途视角 否则不可能这么默契 让我们全都找不到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先抓住一个躲避者 让他给我们带路不就好了吗 那么多躲避者 一定有一个愿意投降 可是老大 这不太符合规则吧 游戏允许这么做吧 有什么不符合规则的 可是历来追捕者 都没有这么做过 万一 不要被发现 不要被发现 千万不要发现我 老天保佑 狗屁的规矩 反正条文里 可没说不能这么做 大 大大大大哥 别杀我 我听到你们说的话了 只要你愿意留我一条狗命 我什么都愿意做 这人真狗 竟然还叛变 就是 剩男人就有点骨气 宁可光荣地死 也不能当叛徒啊 看得气死我了 不得不说 这次的新手局 的确很有看点 什么情况都能碰见 新人们是配合不错 但是那鬼 开玩家全途事业的话 不就相当于 给追捕者 开个全途挂吗 所以接下来 躲在麦田区的玩家们 可就难办咯 什么情况 是谁啊 我怎么被标记了 好好的标记我干啥 不好 有人在看全局失角 我劝你们 还是赶快出来送死吧 兴许我还能让追捕者 给你们留个全尸 干 居然有叛徒 靠着出卖队友生存 真是不要脸 太恶心了 等着吧 你会遭暴力的 要是我能在现实里碰见你 我第一个就弄死你 好啊 我等着瞧哦 有本事 你来啊 完了大砍刀 现在我们这边有内鬼了 他们马上就能找过来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换位置 还是就地等死 真讨厌 这游戏一点都不好玩 让我思考思考 猪迷藏 游戏 我知道了 原来是这个意思 什么 小广告 方便告诉我 你抽到的技能 是什么吗 我看看 隐身十秒三次 加防御三次 怎么了 我知道怎么做了 大哥你看 就是那里 有一百多名躲避者 全部利用规则 卡在了半空中 卡的位置非常非常高 不会吧 卡 卡在空中 怎么办到的 这是躲避者的隐藏规则 难怪我们找不到 拿着 给我火箭筒 要给我看清他们的方位 不管什么规则 就能将他们一网打击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夜上居然还有这么大的玩家 他们怎么逗上去的 竟然是真的 这群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直升机也就算了 货车和汽车也能上天 就算是隐藏规则 也太离谱了一点吧 他们不是新人吗 不管如何 让我来看看 他们的距离有多远 打不到 起不起 幸好咱们听M大佬的话 还得够高 这群人卡的位置 实在是太高了 甚至超过了我们武器的攻击距离 连我的弓箭都够不着 不管这几个人了 时间到了 停下手中的火 跟我一起去城区 是 说 这群人究竟是怎么卡上去的 说出来就杀了你 是 是一个代号为M的人 教他们的方法 说是左脚踩右脚 魔学升天 而且 他还很厉害 对那些规则的运用 简直炉火纯青 我感觉 他应该是一个老手 老手 如果是一个新人采了狗屎 碰巧知道了隐藏规则罢 大哥 不要杀我 我知道的都说了 算了 别再浪我时间 天上的躲避者 应该还能再拖蟒蛇他们一会儿 还有其他家伙活着 我们先去收割麦田区里的人 是 终于来了 重头戏 要上场了 大肯刀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他们可都是A级大佬 我们这么做能成功吗 要是一个不小心被发现了 我俩就凉凉了 放心 我从不做没把握的时候 要开始了 记得听我号令 升到合适的高度 就使用你的技能 好 三 二 一 出发 快快快 要被他们发现了 他们一开头就能看见我们 小广告 快 就是现在 技能发动 隐身 很好 高度非常很深 距离也很 那些人 也选择着进入了 根据现场玩家的举动 以及小广告 刚才透露的技能 这群追捕者抽到的 应该都只是 普通的防御技能 所以 他们逃不掉了 更何况想要获胜 怎么能一直没守成规 我走藏藏呢 既然是游戏 一直处于防守姿态 是绝对会输的 接下来 就是反攻时刻 首先 寻找有标记的物体 他们被发现以后 肯定全躲起来了 一个都不要放过 老大 放心吧 再怎么躲 也不可 发生什么了 人呐 老大 你快回头看那里 天呐 这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怎么回事 这栋大楼怎么 玩家M 击杀追捕者 五大狼 我去 居然还能这么猛 玩家M 击杀追捕者 独眼狼 有玩家击杀了追捕者 还是两名 当前剩余追捕者 十人 开始了开始了 M大佬一穿二 杀疯了 这四十米大刀 这么猛的吗 如果M大佬 真的是猛心的话 那可就创作历史了 在空中定住 隐身 然后发动斩戒 这一套流程太帅了 当我们想着如何 躲避追捕者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 猎杀追捕者了 这也太厉害了 我感觉我们和他玩的游戏 怎么不一样啊 他玩起来 简直就是Easy模式 玩家M 原来他 他就是M大佬 真不赖啊 难怪你看好这小子 一个刚进入空间的新人 就能瞬间杀死 两个A级大佬 简直不一般的 哈哈哈哈 是很有意思 可恶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谁 追捕者不可能互相伤害 躲避着吗 怎么可能 躲避着怎么可能 有这种实力 快给老子找出来 对面到底是谁干的 刚 刚才 我在全局视角里 没有找到人 可能使用了某种技能 但我觉得 对面那人 很可能就是M 躲避这里 只有M可能 办到这件事 即使两名追捕者 只有空间高手 才能做到 你最好别骗了 否则 还要失去了两个兄弟 这仇我一定会报 去 帮我给他们救过来 是 我干准这个人 我们都得死 宇燕 宇燕 你就是那个M大佬 难怪你能想到 击杀追捕者的办法 原来那些主意 都是你出的 看来瞒不住呢 本来还想再低调一点 但奈何 实力不允许啊 这个大佬 好像和以往的大佬 不太一样 我想象中 M大佬会更严肃一点 但现在这样 似乎 更有亲切感 话说 现在你既然知道了 我的身份 你也能看到 我已经成了他们的模样 你还跟着我 不害怕吗 当然不怕了 咱俩可是结盟了的 而且与其说怕 不如说 更有安全感了 更何况抛弃队友 出卖队友的事 我可做不出来 我是很有孤期的 好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我会继续照着 目前来看 我们目标一致 说说你的计划 我们要怎么配合 你可别指望 我拿着弓 出去跟一个能力状态 都未知的人对拼 都比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三十分钟后 比赛可就结束了 现在只有采取最笨的方法 我们九哥出去 吸引注意力 你来找他 作为交换 我可以打头阵 你为什么 不等到第二次变身 非得要这么心急 也许他底牌 已经用尽了 你知道他下一次变身 会变成什么吗 既然现在已经有了 他的线索 我们就该赶紧摧毁他 而不是任由他成长 吸取经验 你应该 也是为了那件 特殊物品来的吧 只要按照我的计划 将他杀了 天上的躲避者 你有一分钟的优先权 成交 现在是夜五 麦田里环境 过一黑暗 按照计划 你射出一只发光的剑 作为信号和照明的手段 一旦我们接收到信号后 会在同一时间冲出楼区 直接向麦田区里杀去 麦田区与楼区 相隔了一条马路 马路没有遮挡 只能靠自己的反应速度 快速冲过 所以我们跑到马路时 就是最危险的时刻 不过 M看到这个机会后 绝对会出手 如果他还有再次 反杀追捕者的想法 那时就是我们 与他对决的时候 这群人 还真是阴险 只可惜 我们躲避者 是悠悠上帝视角的 早就把他们的计划 掌握得一清二楚了 阿玛大神 你藏好啊 千万不要出来 把自己大神不值得 大佬 还有十几分钟 就到下一次物品选择了 怎么没必要去冒险 我可以从天上跳下来 吓他们一跳 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绝对可以帮到大佬你 楼上的老哥 你忘记这里 还有内鬼了吗 你这么一说 追捕者那边不也都知道了吗 不用 我一个人就够了 那个叛徒也在亏评吧 赶紧叫那些追捕者快点 干掉他们 我好回去睡觉了 M 你嚣张什么了 有本事直接出来啊 十个追捕者 你也敢说能杀 脑子劝了根筋吧 叛徒不配说话 当好你的船声筒 找你闯人去 睡觉 的确很嚣张啊 等我抓到你 一定会慢慢羞辱你 以见我心痛之恨 信号发射了 我们上 现在只要他敢动手 那么他的位置 就会瞬间暴露 除了鲁区顶部的蟒蛇 就能直接干掉他 如果他不出手 那就更好了 待我们到达麦田区后 也会用最快的速度 无差别清理 麦田区的遗迹 M 不管怎么做 这次你都是死路一条 你准备好金手死亡了吗 M大佬 他 他敢动手吗 你就是M 你居然还敢露面 果然很有勇气 正是本大爷 就不劳烦你们慢慢去找了 太浪费时间了 我饿了 在我的面前冲锋 你们觉得 自己还有机会吗 趁现在 蒙蛇 打不着 消 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 空间里怎么可能有这种技能存在 刚刚那个是幻影 他一定是躲在麦田里的 把他找出来 分开行动 除掉所有东西 文静 快闪开 他在后面 管家M 击杀追捕者 独眼狼 管家M 击杀追捕者 白眼狼 管家M 击杀追捕者 小白狼 都这个时候了 还能走神 雷明也太不尊重我这个对手了吧 不过你的反应 还是挺快的 被你侥幸逃过去 否则就是一川四 可惜 你这叫我 性感把我的队员动 去死吧 大佬 快逃啊 他手上有火箭筒 他该不会是被瞎傻了吧 怎么不动 你们懂什么 大佬一定是有自己的想法 看来这小子 耍帅耍得有点过头了呀 他还是太贪心 贪狼和他手下实力不一样 A级追捕者 怎么可能就这么被新手玩家给解决 你是这么想的吗 我倒觉得 那可不一定 也许贪狼会阴宫里翻车 新手就是新手 就算再厉害 也还是逃不过本大爷的手掌心 什么 反击 可恶啊 终于解决一对了 然后就剩拿弓箭的那群美女蛇了 大佬 接下来怎么办 我只剩一次防御了 可是对面还有五个人 肯定溜啊 赶紧跑 可恶 这小子居然往巷子里跑 不行 视野太差了 完全无法瞄准 你们愣着干嘛 快追啊 不要浪费他这次露面的机会 是 大姐 大佬 为什么我们要往这里跑啊 我们不躲起来吗 记得刚刚那只剑的主人吗 这里这么多遮挡物 肯定能干扰他的事业 他为了击杀我 不得不会转移地点 从而暴露位置 这样他就在明 我在暗 并且 他的剑法 也肯定会受到影响 反而对我们的威胁 会变小 你看上面 他果然现身了 哇 大佬好厉害 黄大头 这偏了 我猜得没错 这样的移动速度下 他根本没办法瞄准 如果我是他的话 就会迅速跑去前面狙击 至于位置吗 可恶 得另找地方埋伏 火车 被激 相信我吗 当然 大佬你说什么 我们就说什么 你们立刻从我标记的坐标 那里掉下来 记住 锁定的速度快一点 别被摔死了 收到 作为新手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可惜 经验太少 Game Over 哪来的声音 这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现在 趁他的注意力 被火车吸引 太神心了 你已经赶到我们大吉 去死吧 小广告 快隐身 就现在 不是 冷车时间还没有好 怎么不动啊 救护者贪狼 使用西柔极道具卡 缩短了比赛时间 距离整张比赛结束 还有15分钟 5秒钟之后 所有躲避者 将重新选择你们的物品 进行第二轮捉迷藏 定住 在选择结束之后 躲避者将获得 5分钟的无敌时间 在5分钟之内 不平处于引擎状态 并且行走速度 得到大幅度提升 所有躲避者 请在5分钟之内 找到并确定好 你们所要补藏的位置 追逐者解锁所有能力 天不忘我 喊流浪 可恶 居然在我们眼皮底下 让他跑了 贪狼到底在搞什么 将时间推移到物品选择期间的西友节道具卡 是我最后的底牌 幸好在物品选择时 追捕者不管有多重的伤都不会死去 你到底在搞什么 我们刚才差一点就能抓到他了 我替你们挡了一枪 我躺在地上 撑了十秒 你们这群废物竟然都还没有拿下他 原来如此 我就说这人为什么单枪匹马往前冲 还以为他打算做炮灰 原来是有这种打算啊 倒地十秒不死再配合道具卡和恢复药剂 这简直就是多了一条命啊 看来这次贪狼打错算盘了呢 再有这种道具的基础上 他应当是想借刀杀人 是啊 他原本应该是想借M之手 把蟒蛇队全员击杀 然后再带着自己的队友把M干掉 结果没想到实力不讨好 自己队员全挂 蟒蛇队只损失一人 最重要的是还放走了M 不过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呢 A级满状态的追捕者 可是连坦克都不怕 M有办法对付他们吗 谁知道呢 M你准备好了吗 等会儿我一定要第一个找到你 然后杀了你 你逃不掉了 杀死我 谁杀谁还不一定呢 先选变身物品吧 是否选定超级手办 为你的变身物品 自带飞行器械 倒是可以用来保命逃跑 可逃跑哪是我的做法 我要将这里所有的追捕者 全部干掉 是啊 选定超级手办 为我的变身物品 恭喜你 你的变身物品为超级手办 大佬大佬 我想好了 你觉得我变成一个龟壳怎么样 就像忍者神龟们呀 龟 龟壳 等等 你就是小广告 原来你长这样 对呀对呀 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变成一个龟壳 你就可以把我挂在背上 当你的防护到了呀 就和刚刚一样 不错不错 非常完美 这样速度 防御 攻击 就全齐了 我们对此双剑合并 干掉那群大坏蛋 大佬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全都听你的 我变成了大宝剑 大神 要不然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我变成了一面盾牌 我们这一百多人里 肯定有不少运气爆棚的人 变成了进攻型武器 大神 让我们一起来协助你吧 他们可是基本没有限制的A级 不是之前那个被限制30%的人了 要不你们还是带上我吧 我是盾牌 可以帮你挡挡枪 是啊大佬 我们还是有点用的 大不了当个炮灰 全都任由大佬柴使 没想到就这么快 我就拥有了这么多死忠犯 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呀 放心吧 这些人不足为惧 你们藏好就行 我会将他们一个一个送走 快速结束掉这场比赛 时间到了 你们走快点 五分钟躲避时间到 追捕者限制解除 不知道M接下来会变成什么东西 谁知道呢 生命等级正在提升至D级 不管那家伙变成了什么 生命等级正在提升至C级 生命等级正在提升至B级 是他一定 生命等级正在提升至A级 你将会死在我面前 A级追捕者贪狼 狼心形态解除控制 哈哈哈哈 久违的感觉呀 力量终于回来了 暗杀者形态解除限制 大姐 大姐 你 没事吧 下一轮开始了 我们没抓到M 没事了 还有机会 现在六名追捕者的限制 已全部解除 M 这下我看你还能往哪里逃 A级追捕者 蟒蛇 蛇形态解除限制 你们几个先去杀别的 今天 就让爷来跟他好好玩吧 我要让他知道 惹怒我的代价 不行 我们可是马上就能击杀他了 要不是你 我们就能为大姐报仇了 就凭你们 你以为你几个是什么东西 要不是蟒蛇给你们争取机会 你们早就在场外了 别耽误时间 无声 大姐还活着 什么 大姐没事 对 现在让我们赶快集合 走吧 小蛇们 快去大蛇身边吧 落单 可是会被吃掉哦 气 混蛋 我们走 好了 小东西 已经没有其他人来打扰了 现在是猎杀时刻 告诉我 M在什么地方 好的大哥 M大佬 我们不躲起来 这样他们很快就会找到我们了 躲哪 当桂皇 他们还有这么多人 而且全部解除限制了 狗是绝对狗不住的 这时候得智取 大壮这一队就剩队长一个 弓箭这一队没有击杀通知 应该全活着 不过这两队貌似有过激 不愿意相互配合 这就意味着 和一方缠闹的时候 另一方大概理不会出手 这样的话 最优先解决的 就是大壮那一个 而且他平凡地使用技能卡 说明这场比赛 可能对他很重要 或许 目的就是那个神秘奖励 明白了吗 啊 呃 明白吧 算了 看你那呆样 你就听我安排吧 好嘞 找到了 因为害怕死得太快 才背上龟壳的吗 可惜晚了 你说 我是先把你的胳膊拆下来呢 还是直接把你的头给拧抱呢 你想怎么死 那你就来试试看啊 你以为老子和你开玩笑 啊 居然还笑得出来 我去啊 完全变身后 威力好大 嗯 绝对的力量面前 你这点小聪明毫无意义 你那些小手段 对现在的我 已经通通没用了 行车 追击模式 大佬 咱真的要这么飞吗 感觉有点奇怪啊 我不知道 我也是第一次用啊 呃 不好 他追上来了 这个高度 随手就能碰到 你还有防御四数没 多心了 还有三次 那现在快要防御 他打过来了 去死吧 你打中 去哪了 居然还有力气逃跑 古老的挣扎 往哪儿逃都是死 你可要祈祷 千万别被我追上 可算用假足迹 把他忽悠走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一直躲在这里吗 莫荒 我原本也是想 带他来这种地方 他正好把我打进来了 还省了我一点功夫 啊 他这块头 在狭小的空间里 肯定非常受限制 手脚都打不开 如果他想伸展 就必须破坏这档物 只要破坏 事情就简单多了 我没听懂 没关系 接下来的操作很极限 记得听我安排就行 没有问题 时刻准备这 nice 看咱俩 怎么成功反杀 喂 沙大哥 这儿 你是不是眼瞎 在你后面呢 找半天都找不到 我看得都急死了 你也不怕另一队笑话呢 光掌这么多鸡肉 我明明就在门口的柜子里 你还拼命往别的地方跑 但凡动动脑子 也不至于这么多队友都送完了呀 现在还被我耍得短短转 你 我要杀了你 上钩了 阿爷太好骗了 就是这里 这个位置刚刚好 去死吧 刚刚没硬起呢 走本事别躲 背上龟壳 真变成缩头乌龟了 乌龟又怎么样 那你吹得上乌龟吧 来了 小宝刚 就现在 好 猜错了 猜错就猜错呗 挺我猜 其实是可能打到大佬的 大佬 这个不是真神 真神是另一个 太小害 说到 就算猜错 不影响你的死狼 不可能 你是怎么混击这场比赛的 你这可没有这么强 团阵比赛 这就是我的第一场比赛 可是没那么多废话 兴许 还能多活一块 不可能 玩家M 击杀追捕者贪狼 刚前剩余追捕者六人 猜错了换个方向就是了 就你的速度 别想靠近我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用着呢 身体多分几个 就以为自己很牛了 这么免实的攻击手段 就别拿出来丢人了 小广告 报一下剩下追捕者的位置 还剩十几分钟比赛就结束了 再不快点就杀不完了 得嘞 大佬和我们玩的是一个游戏嘛 为什么同样都是躲逼者 他就可以那么秀呢 游戏肯定刚开始 给大佬安排错了身份 大佬 那些追捕者 全部都被刚才 太狼的惨叫声给吸引了 现在他们正朝着我们这边 飞速赶来 我的特殊能力 也只剩一次了 没问题 大佬小心 我以为不是吧 这么玩不起 可是有六个人 百万通袭这招 只要能杀了你 什么方法都行 这女人只和毒蛇一样 比贪狼那个大块头难对付多了 这个安慕属实难缠 贪狼被干掉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甚至没来得及向我们求救 如果不尽快解决掉它 那么我们一定会因为找不完其他的物品而输掉比赛 将那家伙拿来 为什么被抓斗的又是我 哎 姐姐 咱们有话好好说 我 我很有用的 我可以继续向你们提供其他人的位置 你 千万不要冲动啊 解决了M 那群躲避者翻不出手掌心 你已经没用了 再说 愿意带路的狗有的是 杀了你 先恢复一点之前消耗的血气再说 什么 我 不要杀我 玩家 我是你的小宇宙 被追捕者 蟒蛇击杀 躲避者还剩135人 神经病 多谢你们 帮忙杀了这个内鬼 现在 你实现是要解决了 他 他怎么跑出来了 怎么可能 不好 这个角度 全约闪避 抓到你们了 玩家M 击杀追捕者藤蛇 玩家M 击杀追捕者眼镜蛇 玩家M 击杀追捕者七步蛇 玩家M 击杀追捕者乌烧蛇 玩家M 击杀追捕者 猥蛇 当前追捕者还剩一人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三分钟 太强了 大佬牛王 居然能抓住十几绝地反战 瞬杀了对面五个追捕者 我去 这么算下来 大佬真的战胜了六个A级 用一个新人的身份 膜拜大佬 实在是太深了 从此以后 我就是大佬的小迷妹了 太酷了 将来我进入捉迷藏空间后 也一定要成为 像M大佬一样的人 我要将大佬的比赛录像看十遍 M 局势已定 是你赢了 我不会再动手 那个特殊奖励 能不能卖给我 这个对我很重要 你要多少钱都行 只要你开价 甚至可以不限于是钱 什么条件都行 卖特殊奖励 我甚至不清楚 特殊奖励是什么 这要怎么谈 那是 一种药剂 不用解释了 为什么 时间到了 上这场比赛结束吧 奈奖励的事情 咱们永远再说 如果你还能碰见我的话 玩家M 击杀全场最后一名追捕者 比赛提前结束 躲避者阵营获胜 存活人数135人 杀了全部追捕者 我真是太帅了 我真是太帅了 赤士呢 刚刚是梦吗 好痛 大佬 谁喊我 大佬 大佬 你没事吧 现在感觉怎么样 小广告 原来是你啊 我没事 大佬 大佬 你可算醒了 你吓死我了 看你躺在那喊不行 我还以为你挂了 M大佬 真的非常感谢你的相助 如果不是你 咱大伙都得被淘汰 是 多谢大佬代妃 让我们讨赢 吓死了 没有你们的配合 我一个人根本赢不了 大佬 好友申请已经发给你的 有分布 随叫随到 我们都会记着你的恩情 先撤了 就不打扰你们俩了 真好 还是甜蜜双排 人生赢家呀 不是 你们误会了 我们不是 大佬 你真的是新手吗 为什么这么厉害呀 感觉任何隐藏规则 你都能马上发现 然后利用起来 哦 当然是 不过 我总不能告诉你 其实我是一名侦探吧 当然了 因为我平时都注意饮食 所以才会变得思维敏锐 哇 真的吗 这诀窍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啊 多吃绿色蔬菜 少吃快餐 饭后多走走 你也可以变得和我一样走命 好的好的 我记下了大佬 啊 我该走了 大佬 很幸运能在游戏里遇见你 谢谢你没有嫌弃我 带我躺了一局 希望下次也能和你一起 对了 我的好友申请记得通过哦 拜拜 大佬 好 下次再见 他还挺有趣 不知道真人长什么样子 我也该走了 欢迎玩家回归自己的个人空间 第一次猪迷藏比赛正在结算 请稍后 恭喜玩家M 在猪迷藏特殊对决 新手vs资深者中 表现非常优秀 成功击杀两名A级资深者 打破常规 提前结束比赛 恭喜你 获得完美评分 您获得的奖励如下 获得称号天降福星 获得特殊专属奖励 生命等级升华药剂 限定 是蟒蛇想要的那瓶药 获得游戏胜利奖励 麻将 获得追加奖励 直播常驻嘉宾的席位 诶 系统 这两张麻将是什么奖励 它们有什么作用啊 具体作用 等待玩家参加第二次游戏后 才会自动公布 第二次游戏 也就是说 我还需要再参加一次游戏才能知道 不是说好年满18岁 只参加一次游戏就可以了吗 想要继续探索空间升层秘密 只有不断提高积分才能揭晓 奖励就这些了吗 好像也不多 那现在帮我查看一下 我获得奖励的详细信息 正在加载 请生后 获得称号天降福星 天灾死亡概率减少99% 获得生命等级升华药剂 可让人从G级提升至F级 其他等级的人喝了之后 不产生效果 从G级提升至F级 你确定没搞错 获得的奖励它挺给力啊 有了那个天降福星称号 陨石撞地球我都不会有半点事 获得直播常驻嘉宾席位 您的每一次挑战都会被全球直播 如果在接下来的直播中表现优异 将获得额外的特殊奖励 另外 作为直播常驻嘉宾的您 将获得空间的庇护 可以在现实中拥有三次复活机会 嗯 在现实中死亡后可以复活三次 这个奖励倒还不错 用得好简直逆天 不过 这个生命等级药剂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为什么蟒蛇宁可搭上性命 也想要得到它 不管了 先收起来 您现在需要分配您的随机属性点吗 将其余三维全部提升到十点 剩下的随机分配属性点 等以后弄清情况再说 将在增加 请稍后 属性点分配完毕 可分配点数还剩十九点 特别提醒 玩家在进行完空间的第一次挑战 并获胜之后 在三天之内 可自行选择时间参加第二次挑战 磁空间游戏 您将在三秒过后 回归现实世界 请做好准备 好 开始传送吧 不知道 这里的现实世界是什么样子 三 二 一 玩家I正在回归 我的天哪 这个世界的科技竟如此发达 太震撼了 比我原来的世界 要先进太多了 在这样的地方生活的人们 会不会感觉很压抑 如同森林般的高楼 让人喘不上气 还有神秘的游戏 未知的危险 我的头 好痛 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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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都是圆主的记忆吗 好痛苦啊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说 一个大脑 无法相存两种记忆吗 而且圆主的记忆非常残缺 从那次安静过后 我就穿越到了这幅身体里 开始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比赛 直到现在 才揭烧了圆主的记忆 难道这些事情 是有联系的吗 为什么圆主的记忆如此痛苦 这些游戏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直赢下去 能不能找到我要的答案 虽然还没弄清楚 为何我会突然穿越来到此地 但就目前的各种情况来看 我还是先想办法 在这里生存下去比较好 先回圆主家吧 九杠二十四 按照圆主的记忆 应该就是这儿了吧 钥匙插得进去 没错 我回来了 小木 什么 小木 你终于回来了 姐姐要担心死了 火锅又摔了 我看不见东西了 小木 快和我说说 在空间里玩得怎么样呀 第一次参加游戏什么感觉 有没有成功活到最后呀 有没有害怕呀 是的 是的姐姐 我成功了 可不可以让我掀起来 我慢慢和你说 抱歉抱歉 姐姐刚才太激动了 吓到你了吧 今天小木辛苦了 来 赶快进屋歇息吧 谢谢姐姐 我换个鞋 这是 这些鞋不是同一个风格 莫非家里来客人了 姐 家里来客人了吗 哦 你怎么知道 好 看来小木参加一次游戏 便敏锐了 来吧 我给你介绍介绍 她们是姐姐的朋友 哦 根据圆主的记忆 这位是她一父一母的姐姐苏雅 在母亲去世五年后 老爹便和邻居单亲少妇结婚 之后 圆主就多了一个姐姐 后来老爹他们为了清闲 便在国外定居 偶尔才会回来一次 于是现在家里 就只剩下了圆主 和她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 小木 发啥呆啊 啊 姐 你怎么了 今天一直心不在焉 没 没事 刚才在想游戏的事情呢 她绝对是最了解圆主的人 得小心应对 好了好了 都结束了 我家小木很厉害了 第一次参加空间游戏 就能顺利通关 正好今天的客人 也是空间资深玩家哟 空间的资深玩家 姐 你什么时候还有这种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 他们几个 是我刚认识没多久的朋友了 以后你对空间有什么疑问的话 都可以问他们哦 他们人很好的 话虽如此 但这次的捉迷藏游戏可危险了 一上来就面临A脊椎不成 尤其是那个叫蟒蛇的坏女人 就怎么了 就被她一箭射 死 我去 小木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们好 这不是蟒蛇吗 他们几个 该不会是专程上门来找我复仇的吧 不过 在第一场游戏里 我变身成了物品 你们难道认识 怎么可能认识呢 主要是姐姐们太漂亮了 我都看呆了 变成物品的话 他们肯定不知道我的真容长什么样子 就算是现在和追捕者面对面 他们也不知道 眼前的苏木就是M 更何况我还修改了面貌 小木 你还愣在门口干嘛 赶快进来啊 哦 好嘞 姐姐们好 我 我叫苏木 很高兴认识你们 苏姐姐 你的小弟弟好可爱啊 我一见到他就觉得很有好感呢 小弟弟 你别害羞嘛 刚刚你们在外面的话 我们都听到了 关于游戏空间 你有什么不懂 随时都可以问我们哦 啊 啊啊 好 几位姐姐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空间游戏 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能麻烦几位姐姐给我讲解一下吗 好啊 简单来说 想要获得财富 异能 甚至是生命 只有不断进入空间 挑战各种不同类型的游戏 你才能有机会得到这些东西 除了18岁那场空间游戏 是每个玩家必须参加 除此之外 之后是否参加空间游戏 全靠玩家自行决定 每一种空间游戏 它的难度不同 最后 你所获得的奖励和积分也就不同 还有不同的难度 那这个空间游戏的难度 具体是怎样划分的呢 空间一共将游戏难度分为12个等级 每次玩家进入游戏前 可以自行选择一个骰子点数 来决定本场挑战的游戏难度 骰子点数越高 游戏难度也就越高 另外 同一难度等级的游戏 又分为了不同模式玩法 玩家进入等级界面后 可以自行选择参与哪种游戏 最重要的奖励是积分 游戏实行排名积分制 只有生死挑战可获得积分 当你的积分排名越高 你就越有机会看到 另一种不同的市场 就算在游戏外 这气场也让人不寒而栗 那这么说 只有玩家参与的空间游戏难度越高 得到的积分才会越高 排名才会上升得更快 是的 风险越大 收益越大 不过想要挑战高难度的游戏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能耐 毕竟要是稍不注意 可能就会命丧黄泉哦 这 这个我知道 东西姐姐提醒 所以 参加空间游戏 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 它公平地给了所有人机会 只要你有一颗想要变得更强的野心 那么再高的游戏难度 你应该也会想办法克服吧 空间游戏或许和我的穿越有关系 我一定会弄清楚 好了 你哥哥这么严肃 你们就别再吓唬小木了 人家今天在刚挑战完一场空间游戏 正是最需要鼓励的时候 抱歉抱歉 是我疏忽了 不愧是A级玩家 今天的这些话中话 还真有意思 他们接近我姐 有什么目的 哦对了 苏木 啊 我想问问 你在捉迷藏空 空间里有遇见过M吗 或者有没有什么关于M的情报 啊 M 我都没见过M大佬 在整场游戏里 我都在被那个叫莽舍的A级玩家狂追好吗 我还是两年死在了他的界下呢 你不知道 这女人可恨得很 哦 既然如此 那好吧 是啊 哎 你找M 关我松木什么事 哈哈 莽舍来这 就是为了寻找我的下落 当时参与的躲避者那么多 只要我不承认 他们就没有办法 哎 可姐姐们聊得太尽兴 时间也不早了 我该回屋写作业了 嗯 去吧小木 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姐姐 耐心地给我科普空间游戏的相关法则 让我受益匪浅 各位姐姐 你们慢慢聊 我就先回屋了 不打扰你们了 去吧 乖乖写作业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俗木 那我们告辞了 多谢款待 不客气 拜拜 虽然搞清楚了游戏规则 但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啊 刚才莽舍他们 所提到的排名上升后 可以看到的另一个世界 究竟指的是什么 金钱 权力 还是美色 我可没那么简单 排名对于玩家的诱惑力 恐怕远不止于此 卢命换来的奖励 应该远比这些更优人 算了 既然搞不明白 那就把排名冲上去 一探究竟 小木 你好了没 都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不出来 不会在里面晕倒了吧 你是想把自己身上的皮都给搓掉吗 好 我知道了 我这就出来 你等我一下 差点忘了 现在这个家里 不是我一个人住 还有圆轴的姐姐在 不过 突然和一个年纪相仿 又没有血缘关系的女性 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这多多少少是有点 真让人不好意思 你终于舍得出来了 我还以为你要在里面泡一辈子呢 姐 你这副打扮是 这还用问吗 现在都这么晚了 当然是进去洗澡了 我去 雨精 要掉了 今天累了一天 忙活这么久 现在终于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 正好洗个热水澡 不要啊 小木 姐 那个 你别误会 是他要松掉 我帮你拉住而已 没占你便宜 你 你的手放在哪儿 是真的 你相信我 我绝不是那种随便占人便宜的人 都是巧合 我 我 我的 血迹 流氓 流氓 小哥 你太过分了 妹子 这是个意外 意外啊 我发誓 我绝对不是故意的 你叫谁妹子 你再喊一遍试试 不不不 姐 姐 这是个意外 虽然不知我为何 会突然穿越到这个平行世界 变成学生松木 还莫名其妙玩了一次捉迷藏游戏 船到桥头自然值 不管这么多了 我还是先尽快适应这里的生活才行 走 走 很久没回过学校了 嘿木仔 昨天睡的咋样啊 游戏活下来没有 我可是梦到了最后 哼 肯定活下来了 睡的也挺好的 怎么了 我还以为昨天通关游戏后 你会和我一样兴奋的睡不着呢 有这么夸张吗 那当然了 昨天我得到了三点随机分配的属性点 足足三点啊 这可是和异能一样珍贵的程度 三点 很多吗 我去 大哥 你火星来的 平时的捉迷藏普吉克 你都没看过吗 据权威机构统计 第一次参加空间游戏 能获得的最高属性点是四点 正常人的第一次属性点奖励 可是只有0.1到0.4呢 多亏了M大佬 我们才能顺利通关 要是哪天在现实世界里碰到了他 我一定要当面好好感谢感谢他 我记得我好像还有19个属性点为进行分配 所以 这还是巨款啊 是吗 得到了三个属性点 你好像很得意嘛 在这四处炫耀 是 是你 赵 赵哥 你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 你这获得三个属性点的臭小子 究竟能有多嚣张 怎么 你以为自己已经无敌了是吗 没 我没有 这 这就叫嚣张了 有M大佬一路带飞 顺利通关就足以炫耀很久了 换做是我 我还要高举三天大旗告诉大家 小爷我顺利通关了 赵哥 赵哥冷静 苏木他不是故意的 嘿 小子挺横的 当我面成英雄 有本事 你把刚刚的话再说一遍 哼 再说一遍就再说一遍 怎么 你怎么这么恼羞承诺 该不会是战作队 所以才看不顺眼M大佬 看你的表情我说中了 你就是那个利用完了 就被杀了的那鬼吧 谁啊 原来他就是游戏里那个叛徒啊 他以为自己棒上追捕者 就能高枕无忧了嘛 好蠢啊 这么简单的道理他都不懂 估计他只是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吧 臭小子 我要你多嘴 恼羞承怒想对我动手 太慢了 还是省省吧 啊 可恶 说你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还真是抬举你了 这么看 你不仅没脑子 手脚也不麻力 哼 就这么点劲 你吓唬谁呢 M 都怪他 如果不是他 我和贪狼的合作一定能到最后 谁还敢这么对我 你 你给我挡炸 我早晚要你好看 松包 我送了 木子 你没事吧 赵羽那货输了比赛到处找人出气 真无耻 游戏里害人 游戏外也要害人 没事 以后他要是再敢欺负你 你就还回去 那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小人 凭什么要被那 哭啥 木子 你能为我出头 我太感动了 从今天起 除了M大佬外 你 就是我的神 哈 趁着今天老姐不在家 干脆我再参加一次空间游戏好了 这样我才能获得积分 提升我的空间排名 而且估计没人猜到 我会这么快进行第二次挑战 也能摆脱一点 我就是M的嫌疑 诶 等等 我好像漏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都不知道怎么进入游戏 那我玩个屁的空间游戏啊 我又没上过什么普及课 个人游戏空间通道已开启 请问玩家是否进入 啊 我就随便抱怨了一句 这就打开进入游戏的通道了 哼 还真是贴心呢 进入 欢迎您再次进入个人游戏空间 开始您的第二次挑战 现在请玩家自行选择一个点数 来作为第二次空间游戏的挑战难度 嗯 我记得莽蛇之前说过 空间难度一共分为12起 游戏难度也是根据投资的点数来决定 点数越高难度越大 可是一个投资的最大点数为6 若是想要达到最高的12级 至少得有两个投资来决定才行 我现在的实力不适合挑战高难度复盘 所以我选择点数1 如果我推测正确的话 在这里选择点数1 才是最为保险的做法 能够尽量保证最后的数字足够小 现在请玩家随机抽取第二个投资点数 哼 好家伙 果然有两个投资 而且第二个投资是随机抽取 如果第一个投资那里贪了 那现在就傻眼了 开始抽取吧 投资点数抽取完成 本场游戏空间奏难度为5 请玩家做好准备 嗯 第一个投资的选择非常重要 无论想挑战什么难度的副本 只要第一个投资选好了 那么玩家大致就能控制住 整场游戏的难度范围等级 空间游戏匹配成功 直播常驻嘉宾开启第二次挑战 全球直播同步进行 希望在这次的挑战中 您能表现得更加出色 自明好运 这次的游戏场景 看来在一座城堡内 我这身打扮简直太眼熟 这不是福尔摩斯的装扮吗 这次的挑战还有身份的 难道这一场游戏的主题是cosplay 我扮演侦探 这可是我的老本行啊 看来这次的玩家水准 与上次的完全不同 虽然人眼很多 又是一场大型挑战赛 但是毕竟上次是纯新手场 这批人里老玩家不少啊 所有人都保持着沉默 谨慎地打量着四周 小广告 哼 没想到这么快又能碰见 他居然也来了 倒是巧了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庄园 这次的挑战为逃亡模式 角色扮演大逃杀 接下来是比赛规则 请听好 比赛规则只复述一遍 这一局你们是猎物 你们将按照座位 分成三人一族的小队 与凶残的追捕者精行逃杀 在整个庄园内 藏着数十个宝箱 所有玩家 需要找到其中的三个任务宝箱 并且破截里面给出的套王线索 通过收集到的各种线索 玩家需要推理出正确逃离庄园的办法 小队只要有一人逃脱 盖小队全员算作成功 本轮失败条件 全队覆灭 本次场景的特殊规则 一 同阵影玩家不得相互攻击 二 每一位玩家身上都有专属的必死规则 一旦触发改规则 则直接淘汰 必死规则吗 借于这次比赛的困难程度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次抽取道具物品的机会 现在你们将有十分钟时间 来通过转盘抽取你们的专属物品 物品抽取结束之后 比赛正式开始 传奇物品 听这名字 怎么也要比另外两个高级一点 既然如此 那就你的吧 门先生的钥匙 可以通过门传送到庄园的任意有门的位置 一小时仅限一次 大湖的怀表 可以暂停时间三分钟 半小时仅限一次 匹匹针可以复活一名队友 一小时仅限一次 嗯 三个物品看起来好像都很厉害的样子 那到底该选择哪一个呢 门先生的钥匙肯定要重点考虑 任意门肯定包括逃离庄园的档案 选我 选我 我可以复活队友 我还能带他去任何有门的地方呢 凭什么选你啊 呦 太拉了 我可是能暂停时间 能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的极品道具呢 冷却时间还是最短的 哼 你说的有道理 半个小时的超短冷却 实用性绝对比门先生的钥匙要强 至于队友 哼 那是什么 全队靠我塞 要队友干嘛 就你了 恭喜您成功冲取 传奇物品 大福的怀表 哼 这把稳了 有时间暂停的异能 追捕者怎么可能轻易抓到我 利用得当 坑死追捕者不在话下 您是否要查看玩家瑶瑶和玩家荆棘花的必死规则 嗯 查看 好 我还能查看其他玩家的必死规则 这两个人应该就是我的队友了 玩家荆棘花必死规则 双手举过头顶 玩家琴瑶必死规则 鞋子没有触碰地面 倒是不苛刻 就是要额外小心这两点 作为天降福星的获得者 您在这场游戏里将自动激活两个额外的特殊奖励 什么 一 可以修改其他玩家的必死规则 二 可以查看所有玩家的必死规则 但除了查看您自己的必死规则之外 此权限一小时内 只能使用三次 现在您已使用了两次 我去 你这坑爹的老六为啥不早点告诉我 害我白白浪费了两次机会 唉 算了 系统 查看一下我的必死规则 玩家M 必死规则 十分钟之内 必须眨眨眼睛 当前剩余时间为四分钟 呃 幸好还算比较合理 根据刚才看到的必死规则 和他们的穿着打扮来看 该不会必死规则 是和我们的身高特点 以及装扮的角色相关吧 喇叭 有什么用啊 我的道具还是个水杯呢 好像更没用 我们的物品也抽完了 哎 我的是个项链啊 我去 给老子一个什么破扫吧 这也太会气了吧 让我去扫大街嘛 哎呀 去他的烂扫吧 哎 老哥老哥 别啊 我有特殊物品 咱们队还有希望 发生了什么 玩家秃头不用洗 淘汰 啊 这么快就淘汰了两个人 这场游戏 有点难度啊 玩家香辣火锅淘汰 怎 怎么会 开局就是地狱模式 太变态了吧 底下都还没有正式开始 全队就只剩下他一人了 哎 是专属规则 一定是他们两个的专属规则 他们两人好像也没做什么吧 有没有哪位大哥大姐 能帮忙复述一下他们刚才的动作 哎 他们队友呢 他们队友吓傻了 一时半会回不了神 我看得很清楚 那个和尚起来说了一句骂人的话 将自己的物品丢在地上 旁边的那个就更无辜了 只是单纯站起来说了句话 这可怎么办 我们总不可能在这儿一直坐着吧 追捕者们马上就要被放出来了 这庄园地图长什么样子 我们都还不知道啊 宝贵的熟悉地图时间可不能被浪费了 十分钟抽取时间结束 此次比赛地图为豪华城堡 当前躲避者二十二人 追捕者四人 游戏中含有部分隐藏规则 需要玩家们自行探索 十五分钟后 追捕者上场 大家快动啊 这可是占领先机的好时候啊 你怎么不动 要把日你带头站起来啊 就是啊 你先打个样 你这么能耐啊 那你起来啊 你 全在这扯皮没意义的话 又不是站起来就会死 大佬 小广告 好巧啊 大佬我们是一队哦 看来我们很有缘哦 他就是你提过的M吗 小羊 对啊 我上一场游戏都亏了M大佬 久仰大名 上次的比赛 我也在直播中看到了 很精彩 看得我热血沸腾呀 过奖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既然我们都是队友了 那么这次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M大佬对刚才的情况 有什么看法吗 都说了是专属规则 那我们每个人的必死规则 肯定是不一样的吗 难道这人已经推理出来了 他知道什么 看来完全看透了呢 不用一个个喂手喂脚的 再不出去寻找躲避点 你们是想被直接一锅端吗 各位 请看看你们自己的服装 游戏开场提示过 本场是身份上 我们所有人的隐藏必死规则 与现在所扮演的角色 个人身体特征是有一定关系的 好像有点道理啊 不错嘛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竟然就能发现必死规则的问题所在 真不愧是我看上的M大佬啊 刚才和尚玩家骂了脏话 他触犯了佛门戒律 不符合身份 而那位道士玩家 必死规则应该是 不能大声喧哗 这人是谁啊 我怎么没见过他 熟悉的味道 这人绝对是M大佬 仅仅过了几分钟 他就推断出那两玩家的专属必死规则了 好强的推理能力 虽然还不知道这名福尔摩斯玩家到底是谁 但是以女人的第六感来看 我也觉得这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M大佬 好了 咱们赶紧去寻找线索吧 别留在这耽误时间了 好 跟着大佬走就是让人安心 M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有趣啊 手抬那么高 你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闻你吧 你 开个玩笑而已 放心好了 你们都可以说话 走路 你俩的必死规则不在这两方面 好了好了 快走吧 不然待会儿寻找线索的时间 可就真的不多了 记住 不要做唯唯身份的事情就行了 必死规则也没有那么可怕了 这家伙 明白了 大佬真给力 快走吧 不然待会儿寻找线索的时间 可就真的不多了 好 这个福尔摩斯玩家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跟着他们走 一定不会有问题 我们跟上 很好 这次你也一定要好好表现哦 不枉我特地跟过来 千万不能让我失望啊 玩家秃头不用洗的必死规则 说脏话 玩家香辣火锅的必死规则 教堂里大声喧哗 我去 那个人竟然全都说中了 刚才那个人该不会是M大佬吧 这人的脑子为什么这么不一样 如果那个福尔摩斯真是M 那我觉得 他也不过如此 七分钟才做出推理 这对于空间游戏推理一把手的你来说 简直就是小儿科嘛 不 他并不是花了七分钟才做到的 这个人之前绝大部分时间 都用在了抽选道具上 根本还没开始研究必死规则 而从那两人起身到乍看 他最多只花了一分钟 就现场分析出了他们的必死规则 一 一分钟 真的吗 没错 他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 推理天赋异禀 我也很期待能与他同台竞技 只不过那时候 哼 我一定会打败你的 哇 我们躲避者一共才二十二个人 要在这么大的地图里躲藏啊 这 豪华城堡 貌似豪华的有点过头了 瑶瑶说的对 在这么大的城堡里 我们既要寻找逃脱的专属密码 又要躲避追捕者们的攻击 还要自行推测出隐藏规则 更何况还有必死规则限制 这次的游戏怎么看来 都是对我们躲避者玩家不利啊 没那么困难 我们只要在这些区域里 找到有关那三个任务的提示 不就好了吗 只要顺利完成了那些任务 我们就有机会获得专属逃脱密码了 这场游戏的终极任务 还是逃脱庄园 那我们现在应该从哪里开始找呢 地图这么大 从哪里下手很关键 不然就是浪费时间 当然 是从这个门开始咯 可我们才刚刚出来 是要远路返回吗 没错 那个城堡大厅上面还有很多房间 那里面说不定 会有我们想要找的线索 既然这样 那我们刚刚为什么要从城堡出来咧 直接在那儿找不是更节省时间吗 因为我想出来看看 整场游戏的场地规模 到底是怎样的呀 而且我不出来 其他玩家也不会出来 要是真的有宝箱 当然是我们小队独享最好 走吧 咱们得趁追捕者上场之前 赶紧找到第一个任务线索才行 这边的房间没有东西 嗯 我这边也没有 我们会不会是搜查的方向弄错了 这里什么都没有 也许这儿真的就是一个单纯的 躲避者初始点位呢 对啊 大佬 不管我怎么看 这里都不像是可以藏线索的地方 到处都是空的 不对 一定是我刚才忽略了什么信息 肉眼看不见 就是藏在了更隐蔽的地方 不然游戏设置城堡的意义何在 既不方便躲藏 又没有游戏任务提示 那怎么可能 推动了 竟然有这种机关藏着 啊 这样也行 明明刚才我也推了墙壁 为什么我弄就没有任何反应 估计是你推的时候 用的劲不够大吧 啊 有了 恭喜你们 触发了你们队伍的第一个专属任务 专属任务一 在四十八小时内 用这台智能手机 与所有的追捕者一起拍一张合影 要求近距离拍摄 所有追捕者全部要怒脸 三人中一人完成拍摄即可 与所有追捕者一起合影 还要近距离 别开玩笑了 这不就是在白白送死吗 不会吧 这 这怎么完成得了 这才是我第二次参加空间游戏啊 要是我被淘汰了 那我不就个屁了吗 哈哈哈哈 这简直不要太简单 甚至不需要用到任何道具 你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追捕者 应该马上就要在游戏场地的最中心出现 所以 你的意思是 而这 就是和他们合影的最佳时机 你们躲起来 我一个人就可以去完成了 啊 大哥 你确定 你们在开玩笑 哼哼 系统绝不会给玩家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这个看似很难的任务 实际上破解的方法很容易 就是在所有追捕者降临的时候 去与他们合影 刚降临在游戏里时 追捕者有一段时间 是被规则限制了行动 只要我们胆子大 然后把控好时间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任务 有点道理 但是要完成这个任务 除了要想到正确的方法以外 还要有勇气去实行 毕竟限制追捕者的时间很短暂 稍有不慎 就会被解成限制的追捕者直接烈杀 哇 你好厉害啊 一下就想到了办法 靠着这个办法 哪怕我计算失误了一下 也没有任何关系 只要有大幅的怀表在 就能弥补任何失误 而且三分钟的时间 足够我来回拍好几百张照片了 躲避者玩家 优先躲避时间结束 现在追捕者上场 来了 好位 这次的追捕者 是我们二国官方特殊部队白银的成员 哈哈哈 那个叫M的没机会了 准备投降吧 我们二国的A级强者 可不像贪狼那群废物一样 哼 二国强者又怎么了 再强不也是A级 M大佬可是一次性击杀了七个A级 这一次也可以做的 如果刚才那个福尔摩斯 真的是M大佬的话 那他肯定能把他们刷得团团转 追捕者在此次作战中 将会变成实力强大的特定怪物 作为平衡 他们将受到一定限制 现在 请追捕者在九十秒内 选择自己所要变身的怪物 九十秒后 比赛正式开始 打这些小楼楼完全没有意思 你们两个小时应该够了吧 够了够了 老大这次你都不用出手 我们来就行 就凭你们四个 想抓住我们好像有点难呢 要不你们再多叫点人来 来 咱们来拍个照 合个影 不然待会你们被我淘汰了 可就没有机会了 与手下拜将拍合照留念 还是第一次呢 他是躲避者吧 怎么敢这样大摇大摆的 出现在追捕者面前 我觉得这个福尔摩斯 应该就是M没错了 是啊 毕竟除了M之外 目前还没有人敢这么直接跟追捕者们正面交锋 如此大胆的风格 很有他个人特色 主动上前合影啊 该不会这就是他的专属任务吧 这太疯狂了 我懂了 大老是要在追捕者降临的期限内完成这个任务 但是他敢上前和追捕者合影 可见这人的心理素质真强 要是换我上去 肯定当场自闭 我腿早就软了 哪还有心思跟对方说话呀 不过 我还是有些好奇 像这么一个厉害的人物 到底是怎么混进那场新手局的呀 你说 会不会是他用了什么道具 谁知道呢 或许那场新手副本里 有他非得到不可的东西吧 你是躲避者 好胆啊 过来送死的吗 躲避者 你真有趣 还敢来挑衅我们 是新人吗 嗯 还行吧 你们配合一下 小子啊 劝你别太嚣张 限制时间快到了 若不是我们登场前的空气墙 你现在已经变成两截了 再不跑第一个拿你开刀 好了别废话了 把头转过来 咱们来拍个照啊 几位笑一下 三二一 鞋子 太强了 完全不在乎这些追捕者的危险 大佬太厉害了 完事儿 先撤了 拜拜 流的真快 这张照片 就当是给你们的纪念好了 哈哈哈 我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躲避者 真好玩 臭小子我一定要宰了你 玩家M 成功与四名追捕者 完成合影 小队专属任务一 完成 你竟然真的做到了 他们大佬太强了 哦耶哦耶 面对那些追捕者 你不害怕吗 他们肯定记住你了 刚才真是吓死老子了 腿都软了好吗 任务完成了 咱们也赶紧撤吧 不然待会追捕者上来了 那可就麻烦了 城堡房间全是空的 没有物品掩护 不好躲避 咱们去游乐园 卡 九十秒怪物选择完毕 现在游戏正式开始 啊 开始了 我去 还好刚才那人跑得快 这些怪物看样子 还有其他特殊技能吧 好凶财啊 我已经看得色色发抖了 改元 去追刚才那个家伙 是老大 其他人按计划行事 各自选择一条区域 也杀躲避者 这里位置较高 可以随时观察到追捕者的动向 而且还不容易被发现 咱们先看看 这追捕者是什么路数 到时候再做打算 自古搜寻不抬头 这里的确是个好地方 我去 有个红衣女来城堡方向了 城堡的兄弟们注意一点 这红衣女还是个阿飘啊 兄弟们你们找到宝箱了吗 有哪位人兄可以提示一下 宝箱的位置呀 别管什么宝箱 大家赶紧仓好 保命要紧啊 这次的追捕者太凶残了 这些人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一个任务宝箱 十来分钟 全都用来找位置躲藏了 他们将这个游戏 当成纯粹的捉迷藏了 要完成这次任务 可不能在移出地方一直待下去 这场游戏的关键就是要不停地跑 啊 哈 他们这么快 就 就来了 救 救命啊 哼 看来已经有倒霉蛋被发现了 啊 玩家 我是疯儿淘汰 玩家 小木马淘汰 当前躲避者 二十人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要不咱们现在还是趁乱跟地逃吧 不急 不要啊 谁来救救我呢 别跑啊 糟了 他出来了 快看到我们了 原来如此 我知道了 小长的躲避者 我等会儿过来找你 你先好好看看你将要面临的下场吧 不好 这是个死胡同 前面没路了 不 怎么会这样 你们跑不掉了 你 我和你拼了 大不了就是一死 去死吧 嘿嘿嘿 那我就成全你 不 太残忍了 这才对了 躲避者就该有躲避者的样子 大佬 要不我们还是赶紧投吧 不然后果可不堪设想啊 他明显盯上我们了 哈哈 这明明就是在杀鸡精猴啊 他一定会吃了我们的 别急 怪物虽凶猛 但他也是有弱点的 只要掌握了 很容易摆脱他 弱点 嗯 刚才我发现 他在追杀躲避者时 行动变得很缓慢 而这应该就是追捕者的规则限制 我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 我还不想死 只有你放过我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还真有一件事需要你来做 很简单 你们应该有躲避者的聊天框吧 有 有的 你是想 那你给我发一句话在聊天系统里 转达给其他躲避者们 发送成功后 我就让你先跑三秒 好的 先跑三秒和原地等死没有区别 但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还是先听他的 你就发 躲避者们 你们的克星员二大爷来了 不要再妄想挣扎了 在游乐园里被抓住的人 要想活命的话 待会逃跑就跑S路线 目前所有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逃跑 此外还有一条没有确认的漏洞 追捕者每一次攻击都有短暂的停顿 大概一秒钟 使用这条漏洞逃跑的时候 要谨慎一点 M大佬 他竟然跟我在同一场游戏里 他不是刚刚结束一场游戏吗 居然又开了 明白 太好了 有M大佬在 会有救呢 发完了 我现在可以先 先跑三秒了吧 你不会说话不算话吧 当然 三 跑吧赶紧跑吧 你越是惊慌我就越是兴奋 好好享受你人生最后的时光吧 去死吧 M大佬保佑 S路线 什么 该死 也想跑 躲过了 M大佬说的是真的 他跑的方向似乎不对劲 这是 他在跑S型路线 看来是发现了我现在的弱点 可恶 你以为我是谁 休想就这样从我手里溜走 该死的限制 让我跑的这么慢 给我站住 只好有这一招了 追上去 怎么回事 什么鬼啊 鱼仔怎么又回去了 难道北原还不熟悉怪物的身体 所以操作失误了 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解释下吗 你们快看 他吐出来的东西要回去了耶 追捕者在白天会被大幅度削弱 技能无法在白天使用 哇 原来是这样 这个玩家运气真好 太好了 有这个限制在 我们现在就可以继续去寻找任务宝箱了 没错 追捕者在白天的限制很大 完全就是废物 现在 就是我们完成任务的最佳时机 我们还是按照刚才的计划行事 反正我有大幅的怀表在身 不怕被抓住 你们在这里等我 我下去探探情况 该死该死 技能不能用 连雨伞都不能离开身体 这就身体的限制太大了 要是解除限制的我 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也能卡住 我去 这具怪物身体也太刺了吧 修 还真是狼狈 继续继续 加油啊 是你 那个小张道和我们拍合照的家伙 你居然还敢出现 是我怎么样 我现在就站在你面前 你有本事现在就出来弄我呀 你 好了 我还有事 就不陪你在这玩了 拜拜 有本事爆出你的名字 我彻底记住你了 你看我出来后弄不弄死你 记住了 我叫M 想杀我 还是等你出来之后再说吧 你现在的样子 太滑稽了 萊姆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要杀了你 终于找到了 火箱 原来就藏在这儿 这次的运气 似乎比上次好了不少 正好那个追捕者还没挣脱 现在就打开吧 恭喜你 触发了第二个专属任务 小队的任意一名成员 在黑夜里 净距离牵制一名追捕者两分钟 即可完成任务 哦 近距离 牵制 这些任务 可是玩得越来越化了 不知道用大福的怀表暂停时间 在他面前换两分钟算不算牵制 触发任务后 必须完成当前任务以后 才能开启下一个任务宝箱 也就是说 这个任务不能被跳过了 当小队触发第二个任务后 小队成员就可以自动获取 第一次任务的奖励线索了 奖励已发放 请查收 这是什么 恭喜您成功获得锦囊线索 正在为您解析 逃脱线索 一 进步 原来如此 我已经知道了 虽然凭借此条线索 目前我已经有了大致方向 但为了确保我的推理正确 保险起见 我还是想办法继续完成任务 获取第二个线索会比较好 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可是距离天黑 还不知道有多久 距离黑夜来临 还有十秒 十秒 我就这么随便说了一嘴 你竟然给我来真的 你认真的吗 这 这什么情况 这座帐篷在消失 已经彻底变了 城堡 夜幕降临 请玩家注意 全体追捕者技能限制解除 好 追捕者的技能在黑夜里限制全部解除了 拥有技能的他们招不躲避者 那不就是情人一举吗 唉 看来好运并没有站在躲避者这边啊 啊 为什么花园消失了 我们现在要躲去哪里 啊 你 你后面 小心 我 我身后有什么吗 啊 谁追捕者 快跑啊 快跑啊 你们跑不掉了 这 这 玩家 我是一家之主淘汰 玩家杀我的猪淘汰 当前剩余躲避者 十三人 天 天怎么突然黑了 M大佬还没回来呢 不知道 估计是谁触发了什么东西吧 M大佬那么厉害 不用担心他 很好 宝箱的位置全都出现了 你的道具真好用 只要有你的红宝石项链在 我们找到宝箱就会很容易了 很快就可以击齐全部线索了 到宝箱了 到宝箱了 到宝箱了